我们现在来讲第三步 新锐品牌 我们怎么用一句话来讲出 它跟过往不同的商业逻辑 我们先讲一下过往 大部分在十年前到十五年前的品牌 在没有移动互联网来临之前 那个时代的世界是一个第一荧幕时代 也就是以电视这种中心化的载体 我们叫第一荧幕 自从有了桌上型的互联网 迎来了第二荧幕 就是PC跟你的Notebook 它的碎片化还是有限的 所以在那个年代的传统的大品牌 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能够通过中心去分发 触打每个人 因为你每天晚上得看电视 我做白酒一定要站住 你就看得到我站住了 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触打你 所以人群是比较宽 品牌的策划里面重概念 它深入到你的脑海里去 在你的脑海里面植入一个slogan 于是加上STP加4P 就是所谓的市场洞察 戳到你的心 让大部分人都觉得差不多了 开始一个品牌就是多品类的 让你感觉它什么都有 是个大品牌 占据头部的传播的矩阵 然后做非常漂亮的TVC的广告 放大声量 不断地做 甚至楼宇广告以前也有了 对不对 就不断地在一个楼宇广告里面 一天让你重复听20遍 然后全渠道铺货 各位所谓的全渠道 其中是以线下为主 线上为辅的时代 譬如说卖瓜子 你就可以想象得到 一二三四五线全铺下去 什么便利店 这个大卖场 是不是中型的卖场 全铺下去的时代 事实上坦诚讲一点 一个品牌离消费者很远 原因是什么 因为全部通过了一级代理商 二级代理商 三级代理商铺下去之后 一个品牌 跟消费者没有对话的 消费者开不开心 是经销商跑去告诉他 消费者开不开心 他不知道消费者 甚至有销售没有消耗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 东西卖出去 是经销商把钱给我 经销商在他库房里面 他到底卖给客户了没有 客户消耗了没有 他不知道 可是啊 这个时代 2012年开始 我们出现了碎片化的眼球 我们出现了各式各样 高质量的内容平台 你们会不会发现 小众品牌的人群比较精 小众 我们叫精众 品牌的策划呢 更重视情绪调性 尤其是跟他对应的那一批人的情绪跟调性 我不是要给大家的品牌 我就是给每一批人的品牌 譬如说 我前一阵子去拜访了一个 我蛮佩服的两个小姐姐 做护肤 叫PMPM 我女儿用了她们的产品 她就告诉她妈 她说 这个是我这个时代用的 因为一个22 23岁的小女孩 她的油脂分泌比较多 所以用她的产品 刚刚好 但是对于一个48到50岁的女性而言 她的油脂分泌没那么旺盛 她可能用起来就不那么匹配 所以这个品牌 她的精众人群 而且呢 策划的品牌的包装调性 就是这一批人喜欢的颜色 我某一眼看 我说这个我们好像看了以后 不是马上那么热爱 我女儿一看了以后 她我就喜欢 我们讲代际 我们的神明眼光是不一样的 再来 她会重视场景 她会重视IP 人设故事包装 她会做爆品策划 但是我也要特别跟各位说一点 喜欢跟不喜欢 它是一种非常主观的东西 所以当你在策划 天机算尽 它一定就能爆吗 答案不一定 所以呢 它会精根线上的众巢举证 我们等一下就会来跟朋友们说 怎么精根法 我想这是大家今天关注的东西 不是讲个理念 而是讲一个非常明确的打法 她会用这个矩阵里面 会用各种素人 达人 UGC 就是用户生产内容 去放大她的声量 那么增长的策略是 先打爆一个品 然后呢 再扩 再打一个爆品 连续五六个爆品之后 我们再来巩固这个品牌 到底是什么 一个品牌开始变成 跟客户共创的一个品牌 所以它是先有品类 爆品 去占据心智 大家用得好 它能够立得住 而且 增进不怕火炼 卖的是吃的 东西做的好吃 卖的是面膜 东西敷的好 卖的是穿的 穿出来的版型不一样 于是爆品在扩品 它离消费者很近 为什么 因为消费者 如果在天猫上 买了他的产品 或在私域上买了产品 不高兴 马上留言 品牌马上收到 一大批人都流了眼 你不能不处理 这个事情不处理下来 那么 这个怎么说 差评一高 对品牌是不好的 所以它离消费者很近 建立触点跟联系 然后呢 链路短 转化快 什么意思 我们过去 很常看完 再去线下 现在呢 看完了 很快一个链接 一点 要不然就是点到直播 要不然就是点到一个短视频 要不然在一个私域里面 它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呢 旧时代是什么 是品牌引力主导 新时代呢 是人群跟爆品匹配的连接 爆品之后再扩品 最后再竖起品牌来 它这个是我们想跟大家说 它跟过往最不一样的商业逻辑 我们下期订的费用 再来 再来 我们下期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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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订的